第一次來 然後昨天沒睡覺 如果解八或是什麼 聽不懂 等一下就是 大家多指向 然後 之前有一個邪案就是完成的 就是說 我是環保單體 然後之前有一個邪案就是說 它是去 它針對一些空污的側站 這些白色的空污的側站 然後你 滑鼠移到上面以後呢 它就告訴你說 比如說各種空污 像P2.5 或是臭羊 它裡面值是多少 那 我想要就是說在這個 最後一個談心想要在這個上面 再多討論一些東西 多討論一些東西 所以我的那個 對 我在那個HinePath上面的那個 標題就是這個 環境污染資訊 資訊包括一些 可能是蚊子館的建案 或者是環境影響評估 或是固定污染的 固定污染裡面 這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我是那個環團開手台灣協會 然後 環境污染評估為什麼要公開 就是說 中部科學園區的這個開發 它其實整體來講是有作假的 然後可以看到說 它基本上 環境污染評估是作假 然後 變成說 這塊綠地 接下來就是被 我們家公司就是 就開發了 所以環境影響評估說明說這一點是其實 它是蠻重要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固定污染源 這是剛剛那一個 就是 可能需要一些像 open street 或是什麼東西 QGIS 我不知道等一下請問大家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固定污染源 固定污染源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也是可以放放那個地圖上面套別的 像 這個是在桃園的 以前算 它以前叫做森林匹公園 前面有很多品牌 然後現在是 這是 去年十月 是水深危險 不可以游泳 那 我為什麼想要挖 可能就是其實 主要就是抄襲 就是 之前那個寫作案 就是 我剛剛是不是大概講過 就是 滑鼠點到那邊 就可以點到那邊的資訊 那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除了上面針對側站 然後你滑鼠點到那邊 就可以知道空氣污染的數據以外 我還想要知道說 比如說我可以把環境影響評估 影響到的那個 地理範圍 然後 它的資訊呢 也是一樣 滑鼠點到那邊 可以有一些資訊 比如說 最重要的就是開發單位 顧問公司是 專門寫的環境書的 所以這個內容分析 有沒有造假 主管機關 就是環保署環保局 還有 最後審查的那些環境審查委員 把他們公布出來 如果是在作假的話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 過低污染源 所以 我希望套別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 剛剛最重要的就是 空屋檢測的站 就是 它之前的協助已經有的東西 然後 我希望套別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需要環瓶的開發案 有事嗎 還有環瓶 還有環瓶 環瓶頂還有這些 環瓶頂 環瓶頂 或者固定環園 固定環園 固定環園就是像剛剛那個 把池不能游泳 所以類似這樣子 就這些是 這些是策戰 然後這邊可能是 環瓶開發案之類的東西 需要什麼的當網 需要什麼的當網 就是我希望製作圖形見面的強者 然後教我怎麼樣把這些 會入圖形 然後實際下載 然後希望其他好團體可以合作 然後自己的話就會撰寫 然後會裡面這個東西 這傢伙就是 所以讓我沒辦法睡覺的 好 謝謝大家